yo大家好我是大聪 今天我这一期呢来跟大家聊一聊 同人版的网飞版的三体 因为是这样子的双修日呢 我一般就是要带网 所以这一期我就没办法做深度的解析 我觉得也没必要 所以我就聊一聊 甚至连影评都不算的 就是以这种聊天的方式 跟大家聊一聊 我看完网飞的三体的一个 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聊到哪算哪 那网飞的三体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如果我没有看过小说三体的情况下 一个闲来无事的周末 在冰箱里拿出一支冰镇啤酒 然后点开网飞的网页 这个周末我想看一个影集 我想看一部剧 最好呢跟科幻有关 我就搜网飞的天库 它最新有一个剧叫 然后呢也有科幻的标签 于是呢我就点开了看 然后看完了以后觉得 就感觉它是一个非常美剧 虚实结构的一个科幻片 然后有外星人过来 要侵略地球 然后呢有几个科学家 正好大家都认识 然后抱团 然后呢准备拯救世界 那大概就是一个中小级别 预算成本的一个电视剧 年纪范围大概是青少年普及 但是呢很奇怪 它有很多F world的词 然后血腥程度嘛 也感觉还挺血腥的 就这么样一个剧 哎我手上啤酒喝完了 冰箱也没有了 于是乎呢我又下楼去买了几支啤酒 买完屁股在回家的路上 可能我就会再想 如果它出第二季 我还要不要看呢 嗯再说吧 如果有时间可能我点开看 那也可能不会点开看 这就是广飞版的三体 给我最大的感受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 我在看这个剧集的时候 做了一些小tips 首先呢根据传统 聊一聊一个优点啊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说 把小说三体起码让更多人知道 不管它拍得好或者拍得不好 让更多人知道小说三体 也可以让更多人去购买小说三体 这个已经有数据了 就是网飞三体发布的第一二天 还是第三天 一些书店 橱窗都摆了英文版的三体的小说 也很多人去问 很多人去买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这也算是网飞三体的一个优势吧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它一共只有八级 它八级就能把三体的小说拍完 虽然是大刀破斧的看 但是它从美剧的一个叙事架构来说 节奏上能抓住一些悬疑点的 那也能让普通的观众看下去 所谓普通观众就像我前面说的 哪一天你闲来无事你点开 然后你又喜欢科幻类型 然后你就点开来看 那网飞三体的特效部分 有部分啊 部分特效 它还是处于影视工业级别的一线水准 比如那个小女孩脱水的部分 那整个演绎的过程 它那个制作方面 我觉得还算是有点看点 但是可能他们就是误会三体里面 小说的那个脱水的一个含义 它脱水并不是真的跑到太阳底下去晒 然后才能脱水的一个过程 因为当时的情境是太阳很毒辣 大家都躲起来 然后小女孩为了脱水 然后小女孩跑到太阳底下 直接脱水 就会给人一个错觉 就是我只要晒到很强的太阳 我才能脱水 脱完水了以后 我还在太阳底下晒 我也没事 但是真正的脱水 就是可以任何情况下 另外还有那个忽必烈 秦始皇改成了忽必烈 也做的还算蛮有创意的 张艺谋直接点个赞 这个一定要天气好啊 天气不好的话就看不到 然后就是万人大会那场戏 直接拍出来 也算是直面小说中的内容 不过场景的细节还原 也是有不少错误的 标准字体就不说了 一些标语也是1966年之后才有的 角色状态个人感觉也不对啊 在那个年代的环境 即使年轻叶文杰看到父亲惨壮 情绪也应该向内 而不是发泄对外 否则自己也不安全 他那种情绪周围人 可能也直接把他拿上台 然后啊 还有什么优点啊 我看一下 还有什么优点 我没列多少优点不好意思 就是比较直白 就生怕观众看不懂 毕竟是要面向整个年龄层 他也不是面向整个年龄层 他其实是想要 让更多人去进入三体的一个故事 拿着苹果在 就是很直白 他就生怕观众看不懂 就是要更多人去理解 这是优点嘛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聊一聊 让我觉得很失望 我当然不是那一种信奉 一定要按照原著派 一定不能什么都不能改变 你如果改得好 你哪怕整个角色重组打乱 我都没有关系 因为小说它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以文字的形式转换到我们阅读 然后我们自己想象成一个该有的一个情境和世界 每个人想象的都不一样 这就是文字的魔力 当小说改成影视化 变成影像和声音的时候 观众的想象空间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见即所得 听到的就是听到应该听到的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按照原著拍 其实这就是一个伪命题 你没办法按照原著拍 因为每个人阅读这个小说 他想象的一个场景 是他自己的一个三体的一个世界 每个人看到的三体世界 每个人阅读到的三体的小说 想象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按照原著拍 无非只是说原著说的那个台词 你直接映照下来 原著的那个时间顺序 你也按照这个拍下来 那可能就是类似于遵循原著 但其实对于影视化来说 特别是枉飞这样子的一个八级的体量 我已经陷入为主 我知道他一定会大改 比如这枉飞变上的五个人去阐述 当然这五个人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角色去放进来 还有第二第三部的一些事件 或者角色也加入进来 我觉得枉飞版的三体 他其实印证了小说的一个概念 就是全人类为了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地球 为了自己的命运 然后全世界联合起来去对抗三体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 整个团队变得国际化 中国的有印度的有孟西哥的有白人 反正全世界人都有嘛 感觉格局拉得很大 该有的人种该有的肤色 全部都汇聚汇聚到一起 International 但是呢点就在于这里 他表面上格局故意做得很大 但其实视野非常的小加自气 怎么说呢 所有的科学家都认识 而且互相还有一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在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做呢 另外还有五个人去拆散掉汪淼所饰演的角色 那按理说你每一个人的角色的塑造 应该是更为丰富 应该更有自己的性格 但是这些人物单薄到 你还不如把五个人汇聚成一个人 就是搞到最后 所有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英雄团 然后去拯救世界 像云天明那个角色 就是有癌症的 反而我觉得是全片还算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自己知道了自己的死期 他得了癌症 所以在他的一个语境下 他的一条线是独立存在的 能感受得到一个人快面临死亡的时候 他做出的抉择 他所思考的东西 那还算对于他自己的人生 算是有个交代 那从这一刻来说 癌症啊 死亡啊 这些东西对观众来说靠得更近一点 再来就是一文杰 我觉得全局塑造最失败的角色就是他 没有一点科学家的气质和形象 有些情感升华 一定要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吗 所以他们真的不理解当说出我们是同志了的一个含义 到底是有多么的深刻 可能对于西方的创作来说 他可能觉得啊 那西方人看了啊 我们是同志了 他们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有多厚重 那直接就是就来直白了 那清一下吧 睡一下吧 感觉哇 这个情感到了 因为他们睡过了 另外叶文杰他到老年的时候 他其实经历了这么多 他应该是更为有臣服 更为复杂 这个整个剧集你发现了吗 就编剧他所有塑造角色都有一些很共通的点 就是我必须来点F-World啦 我必须来点冷笑话啊 然后再搞点血腥啊 他把这个整个剧集的卖点都变得非常直面化 但是三体小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他是讲出了一个宏大的一个历史观 一个对未来宿命 对人类未来的一个发展 有很多科幻设想 有很多哲学的一些思辨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电视剧完全把小说的那些关于牺牲 关于代价 关于人类的智慧 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和认知的无力 但又有着尤阳而生的敬畏感 还带着对宇宙伸出文明的恐惧和兴奋感 人类对于科学和道德的选择已失衡 人与人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决断和犹豫 人类对于未来宿命的困境和迷茫 三体小说世界的厚重感和史诗感 这些等等等等 全部都被王妃三体改编剔除的干干净净 那也是一种本事 王妃三体就像是脱水后的三体人 只剩下一副勉强能维持生命体征的皮囊 单薄地身处在乱纪元 他只单出来比较刺激的一些事件 比如古增计划 比如宇宙闪烁 比如那个阶梯计划 就是这些东西 他拿来做卖点 然后去呈现出来 那呈现的好不好 也没有很好 没有经验到让人觉得 3D只有好莱坞制作水平 才能拍出来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宇宙闪烁 你真的要在伦敦那里 闪闪闪闪整个星空 而且我想说 什么时候在城市 你能看到银河 伦敦是农村吗 是田野吗 是冰岛的野外吗 能看到北极光 还是看到银河 你哪怕带一个什么那种 高科技的研究的一个眼镜 去看星空 那也有点科学概念在里面 对吧 另外还有质子 那质子铺开 然后像一个天空的水中的倒影 也做得非常直白 说真的 那个展开的时候 我并没有 哇塞的感觉 因为对于一个科幻设定来说 你不能做得像奇幻一样 更何况它展现完以后 它还像魔界一样 做出了一个水汪汪的眼睛 就是已经具象化到这种程度 还有古症计划 建模感非常严重 我电脑屏幕看都觉得假 最主要原因还是建模的补光太平了 阴影立体感出不来 和环境光也没有融合进去 从而造成船体模型轻飘飘不真实 不过船舱内的一些画面呢 还算把握不错 所以今天我聊的 为什么我情绪好像没有很激动 因为我本来就没带什么期待 还有就是我这几天特别累 现在还有一些生病 那我希望大家也理性讨论 我们往好的方向想嘛 那起码对于我来说 全世界的最最顶级的一个资源吧 不愿意投小说 然后拍出来 那没关系啊 拍的越多越好啊 我还希望他们能继续拍下去呢 那我还希望他们在国外的口碑更好一些 然后继续拍第二剧 那我继续看嘛 然后的话反过来形成一个对比 然后有对比嘛 才有成长嘛 有竞争嘛 才能看到更好的嘛 所以我觉得OK啊 没有问题啊 甚至还有电影版 比如维伦尼瓦拍一下 比诺兰拍一下 看一个诺兰版的三体 或者看一个维伦尼瓦版的三体 然后中国的导演 然后再大制作 拍完流浪地球 再拍一部电影版的三体 就都拍嘛 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有好几个选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感兴趣 还请大家支持和关注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 我是大松 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 然后老年一文节去开ETO会议的时候 然后大使他们过来的时候 他直接盘地而坐 我还以为尊者 直接要开唱 然后就是那个 还有那个迈克一文斯 老年的时候 一直在那个船上 然后一直在跟三体交流嘛 然后就一直在里 买楼买楼买楼 有几个瞬间我就串戏 你知道吗 就串到全楼那边去了 弯解 大了 很像 你那裡?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你那裡?